2002年,考古人员在湖南的一口古井当中,发现了三万多枚琴带竹剑,其中一枚竹剑上,竟然记载着千年前的九九惩罚表,这一发现瞬间轰动全球文史剑,因为它彻底改写了历史,打破了九九惩罚表,是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的说法,比全球发现最早的惩罚口诀表,还要早六百多年,等专家将这批竹剑全部解读后,各种全新的发现,引得全世界震惊。 秦始皇原来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君主,竹剑上的内容,真是还原了秦朝的社会状况,可令人不解的是,时间已经过了两千多年,这些竹剑为什么能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呢?保持你的好奇心,点赞关注,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共同探秘。 湖南礼业秦检惩罚表之名,2002年6月,考古队在湖南龙山县里叶古镇,一处水坝旁的河滩上,发现了五口千年孤井,他们在其中一口孤井中,发现了一大批带有文字的目睹。 这令考古学者们兴奋不已,经过考古队不断挖掘,终于在古井内六米独深的淤泥洞,陆续挖出来大量秦朝竹剑,这些竹剑共计有三万六千多枚,竹剑上的文字多达二十多万。 在此之前,我国出土的秦检总量,也不过才四千多枚,这次出土的秦检,是全国总数的七倍之多。 这么震撼的消息,一时间引得全球学者的关注,他们都十分好奇,这些秦检上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,然而还不等众人意图这些竹剑的风采,秦检便以肉眼可见的素领,开始演化变黑,不久之后就连上面的文字都难以辨认了。 这种突发情况,让文物保护专家心急如焚,如果不迅速找到几句办法,这些富有极高历史文学价值的竹剑,将全部变成一无是处的破目片,时间紧迫, 专家立即将已经出土的这批竹剑,送到湖南省考古研究所,并制定了周密的修复保护计划,文物修复专家首先把这些秦检,泡在特质的药水中,经过工作人员的细心处理,这些秦检逐渐恢复了原油的颜色,上面的字迹也开始变得清晰,秦检上的文字全是由墨笔书写,记载的内容大多都是秦代时期的荡漫文书,大道中央证明,行政区划的设置,官员的任命记录,以及军事物资的调配, 小道村里负责人和邮差的任命,村口渡船的内容记录,通过解读这批秦检,专家发现,秦检的记载时间,从公元前222年,到公元前208年,14年间从未中断,2002年,考古人员在湖南的一口古井当中,发现了三万多枚秦带竹剑,其中一枚竹剑上,竟然记载着千年前的九九惩罚表,这一发现瞬间轰动全球文史记,它彻底改写了历史,上万枚秦检竟然记载了, 当时秦朝的户籍制度,规定每个在秦国定居的人,都必须要登记入秦,如有野蛮不报的,将会被问罪处罚,而所有登记在此的人口,都统称为户屁,这与现在户口制度非常相似,不仅如此,这些秦检上还记载,秦国推行了五户义务,十户为义使馆的管理制度, 使百姓不能随意迁居,不及也成为了朝廷征调摇曳,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,从这些条文规定来看,秦国的确有着相当先进的管理制度,就在专家被刺连连赞叹时,忽然有考古队员,从数万枚秦检中,发现了一枚特殊的竹简,它上面记录的数字排列规律, 等专家鉴定后,震惊的大叫,这竟是九九惩罚口诀表,只见上面清晰的写着,四八三十二五八四十,六八四十八等惩罚等式,这很显然是千年前,秦国人所使用的惩罚口诀表,几乎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惩罚表如出一辙,但也略有不同,秦朝的惩罚口诀表,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,结尾不是一得一,而是二半而一,二半的意思就是二分之一,从这里也就证明了,当时秦国人不禁已经掌握了惩罚, 而且还有了分数,并把这些运用到了他们的生活中,九九惩罚口诀表的发现,的确也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,过去一直以来我们没有,在教科书上是看不见有实物,你一号紧出土的这个九九惩罚口诀表,填补了这个空白,证实了,早在秦代已经很普及的做数学教育了, 考古对这次挖出的惩罚表勤俭时务,也彻底让西方学者们无话可说,从根本上推翻了惩罚口诀表是,从1600年前,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说法,与此同时我们已不由地开始幻想,秦始皇小时候,会不会也是被惩罚口诀表长大的呢? 历史学家表示,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,就已经有了惩罚表的相关记载,在管子的书中写道,安息作九九之术已迎天道,只可惜我国以前,还从未出土过惩罚表的实物证据,本次的考古发现证明了,九九惩罚口诀表,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,就在考古对满怀期待继续挖掘时,湘西的雨季如期而至,不断上涨的河水威胁着临近的考古现场,摇摇欲坠的古井随时都可能崩塌, 景下的考古人员心里都很明白,时间拖得越久危险就越大,但大家为了尽可能快点,将所有主检安全完整的清理出来,考古队员连夜对井内进行了加固,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,又一枚简毒的出土,再次在现场引起了轰动,湖南千年古井中出土三万六千多枚刑,彻底颠覆了秦始皇的暴君形象,上面详细记载了秦国先进的社会制度,其中还发现了一枚,记载着九九惩罚表的主检, 彻底否认了惩罚口诀表,是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说法,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,又一枚竹简的出土,瞬间引起了现场的轰动,只见这只竹简上写有,千灵以游行洞庭七个大字,意思是千灵的游线发往洞庭,这里千灵是指的地名千灵县,洞庭则是指的洞庭郡,专家解释说,这枚行简就相当于现在使用的邮签,以邮行三个字的意思是指,这封文书是以邮差步行的方式,从千灵县送到洞庭郡, 而现在的里耶谷镇就是当时的千灵县,更令专家震惊的是,千灵县和咸阳城之间有六百多公里的距离,这封文书是如何步行被送到的呢? 原来当时秦朝的游地系统是水路并运,一战一战接力传送最终送达目的地,在清朝的游政制度中,用车传送被称为船,用马游地被称为义,用人步行传地则被称为游, 秦朝的游差是一个官职,可以赴死传承,成为游差后本人可以免出摇曰,这些大量的竹简,记载着许多重要历史信息,但让人疑惑不解的是,这么多竹简怎么会出现在一口水井中,他们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呢? 李爷勤俭连续十四年记载,中间不曾中断,最后的编撰日期,停留在了公元前208年的某一天,历史学家推测,秦陵县应该是遇到了一次巨大的危机,紧急时刻,县里的官吏们被迫做出一个决定,将县里所有公文档案,简读全部销毁,但因为这些文档的数量巨大,有些来不及销毁的,就被连同地上的废弃物,一同都进了水井中,而这些逐游没有腐烂的原因,专家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, 但是,因为这口水井深有14.3米,再加上井壁四周有大量的木板,导致井内的空气不流通,再加上井底淤泥覆盖,才使得这批竹简得以幸免保存,如今这些秦简,被收藏在了中国湖南省,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,李爷秦简博物馆,他们所记载的重要信息,填补了史记汉书中,秦朝历史的许多空白,简读上的文字,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发展,也有着重要意义,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?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,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